Hello 又是我晚半拍 也是那幾件事 直播開始之前 未訂閱的朋友 幫忙訂閱一下 點讚一下 按一下小鈴鐺 留言說一下 分享一下給波友 今天測試的是這雙非常冷門的一雙 就是安達的KT系列 叫做KT Fly 即是都是一些K Thompson 系列的 一些在G線 應該就是最便宜的G線 看看它的設計 鞋盒就沒有東西好看 而且每次就算在官方安達訂購 有時鞋盒都會弄得爛 可能是怕你二次銷售的 鞋款其實蠻漂亮的 因為在淘寶也沒有實物的照片 很多都是效果圖 我們看看 整雙看看 鞋頭一邊是安達 Logo 一邊是K Thompson Logo 蠻大膽的 旁邊熱溶膠有K Thompson 簽名 其實它也有些細節 雖然這雙鞋賣得很便宜 有K Thompson Logo 這些位置有安達 Logo 後面有百點 代表KT第八代那一年 這個配色有些像魚 沙魚 可能代表K Thompson 喜歡釣魚 那些 鞋底也有少少數字 應該是代表K Thompson 獲得冠軍 或者獲得全場最高分紀錄的日子 中間這個穩定片 它也是做了一些數字 這雙鞋其實我覺得實物 收到之後是蠻漂亮的 上了腳也是蠻漂亮的 說一下它的實戰性能 它外底抓地力其實都很好 非常之好 非常可靠的 它還要做了一些 有少少像 Adidas 那些 Feed you wear 天竹那些分區 所以這些位置是做得比較弧型 外面這些位置 邊緣這些位置 都是做得比較弧型 是我喜歡的鞋有的特點 就是這些比較弧型 反而正代它是做得很平的 很平整 很穩定 我自己是喜歡一些比較弧型的底 的後衛鞋 類似的 例如全城十一都是類似的 這些邊緣都是比較弧型的 我就很喜歡這些鞋 好像全城十一這隊 我自己都很喜歡 它的抓地力是很可靠的 內摸我就不敢肯定 因為它沒有特別著名 是否它用的水泥黑色 那些很耐磨的外底 但因為這雙鞋都很便宜 所以你說是否很耐磨 我都不會太關心 它有少少一個缺點 我自己覺得就是 它內側這裡 外底沒有什麼紋路 也沒有什麼外底包上來 因為它其實腳內側鞋頭 做得比較窄一點 其實做環移很容易會磨到這個棕底 我覺得它其中一個 其實它也不會滑 但我覺得它這個位置會很快 比較磨到爛 如果說外底抓地力 可能都可以說一下 我覺得它這個位置可以 將外底延伸多些 在內側這裡 說一下它的包裹鎖定尺碼 尺碼我就是選擇US-9 正常安踏的鞋 或者正常Adidas Ultra Boost 尺碼我都選擇US-9.5 它就要買再小的鞋 它包裹鎖定來講 它就是一個蜜桶 蜜桶分為兩個物料 內側就是一些網眼的布 外側就是一些TPU沙網 在面上的 鞋帶系統就是這些 尼龍圈 這些半透明尼龍圈 內側也是 內外側這些圈 都沒有連到中底 純粹在面上鎖著 最高的鞋帶孔是蠻特別的 在這個位置拉上去 加上這個後肘穩定器 這個鎖定的想法 其實有點像Tefa兩鞋一樣 即是最高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它這個想法很聰明 在這個後肘的固定器 這個位置是特別硬的 做了一個尖起的倒帽 這個位置是特別硬 和特別強的 上高這些 反而是軟一點 它的後肘的面 都做得很到位 很合理 有一定的厚實 而且這個布料很滑 很舒服 內籠這些布料也是很舒服 其實整個鎖定來說 我覺得是合格 合格有得 只不過可能這些鞋帶孔 因為它不是連到落底 始終你穿得多 穿得多 可能這些物料 開始鬆 開始拉到變了型 可能內用度不至於很好 暫時來說 我覺得它 你不是帶一些很高強度的 比賽 我覺得都是夠用的 不差的 那一下中底 中底就是一個叫做 A-SOP的材料 全個底都是 我覺得它踩上腳 是頗舒服的 不過打球的時候 它會偏向軟一點 就幾容易是一踩到底 那種感覺 不過它後肘 稍微有一點厚度 就是前後落差也有 有多一點 不過其實整體都很貼 不過後肘會稍微厚一點 所以就算它一踩到底 它還是會保護到你的腳 不至於震腳 震得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它踩下去 跟全城十一 那個Boom 踩下去 那個後肘 那個感覺 不是說差太遠 不過全城十一 那個後肘 就再薄一點 它就會厚一點 它會向前傾的感覺 會大一點 就是向前去推動 那種感覺 其實我也覺得它做得不錯 總結來說 這雙鞋 就350多g 那它的價錢是 三塊水都不用 人仔 那這雙鞋 基本上它 如果有幾樣東西 它隔涼了 我覺得它絕對不能夠 你現在買那些Curry 叫Curry10 那我覺得它其實很有想法 整雙鞋 其實它的設計都很漂亮 很大膽 這些鞋漂亮的想法 其實是有少少像Curry7 那種造型 那這些 這麼minimal的設計 其實如果在一些西方的牌子 它應該一定是會大造的 那安踏就 將一個這麼有想法的設計 就做了一雙這麼便宜的支線鞋 那我覺得它其實是有點浪費了 即是你如果是一些輕型一點的後衛 即是一至三號位輕型一點的 一至三號位 這雙鞋都會 挺過癮的 即是 它又便宜 又樣子又挺漂亮 又很輕 即是你穿上去 你都不需要親著它穿 又便宜 又輕 即是你什麼動作 你都會想去做一下 我覺得它的實戰性能 是不相差的 例如你忍三的V2 即是兩雙鞋都未必是很適合高強度的打法 但我自己覺得這雙鞋可能會更硬一點點 起碼後衾這些位置我覺得它 稍微硬一點點 而且高低落差 我自己覺得這雙鞋 是調校得再好一點點 那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的節目 多謝收看 拜拜